楼兰博物馆 米兰佛塔 另一侧则是现代建筑样式 它的墙上浮雕着一个按楼兰女师复原的美女头像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楼兰博物馆 楼兰博物馆目前来说是中国首家 以楼兰文化为主题的博物馆 然后我的旁边就是楼兰美女的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塑像 就在旁边很高大非常立体的 它是凸出来是一个3D的 待会我们就到馆里面去看一下 里面的一些楼兰文化的一些遗址 好像里面还有干事 1米65啊 副中还有胎儿呀 真的吗 它这个是怎么保存 保存得非常的完整 也就是它的那个副中还有胎儿嘛 它上面的资料显示说的 这具楼兰美女股市在博物馆里单独放在展地中央 存放的器具也与众不同 这是2004年出土 是雅丽安人种 1.65米的身高 书部诊断为难产而死 头戴着一顶插着雨式的肩顶衫帽 历经了千年之后 它的睫毛依然清晰可见 肤色适成古铜色的 历经千年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保存得如此完整啊 这它们以前的装饰 不是装饰 它是没有饰饰饰 它不过时可能是 这是出土的时候的原貌吗 就是这个样子 应该是这样的 它不会去动 那些尘土啊 那些什么 你看它的睫毛啊之类的都还是很完整 甚至它的皮肤的感觉都完全没有腐烂 是怎么保存的这么完好 就是那个干得快啊 那个水... 把水啊之类全部脱脂脂脏了 说 everyday 它的睫毛整个面部 其实都很完整 它的睫毛除了也是整头发 那还可以 头发 这么多年真的 这个很神奇 脖子上面的项链 现在已经在楼兰博物馆的外面 刚才去博物馆里面 几层楼都看了 它有历史博物馆 自然博物馆 都分了很多的类别 但是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里面的楼兰女士 保存的太完整了 资料上面写的就是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 但是它保存的太完整了 它的一些睫毛 眼睫毛之类的 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都是一根一根的 然后整个状态也是非常的完整 还能看到脖子上面的一根项链 太神奇了 在若羌的楼兰博物馆里 除了出土的楼兰美女古师 还有从小和墓地出土的 加在一起 一共八具成人和儿童的干尸 小和墓地位于 罗布泊地区 孔雀河下游河谷 南约六十公里的 罗布沙漠中 东距楼兰古城遗址 一百七十五公里 小和墓地被认为是 世界上出土干尸 最多的墓葬 这个墓地给人一种 最阴藏可怕 和难以置信的感觉 这是1934年 第一位在小和墓地 考察的考古学者瑞典人 贝格曼在其著作中 这样刻画的 据资料显示 小和墓地有墓葬 约三百三十个 这些古诗 为什么千年不朽 据说 是因为在当地气候干燥 棺木埋葬距离地面 仅有几十厘米 即便偶然下雨 水分也很快 从沙土中流湿蒸发 制腐细菌 没有生存繁殖的环境 尸体才得以 长期保存不朽 相反 如果埋藏的叫深 尸体反而不易保存 哇 楼兰的壁花木 还不是很高 进去的笑 勾着头进去 哇 顶上面是一些木架子 它的墙壁上面有一些壁画 楼兰的壁画墓 导和墓地的 在 在 萝卜坡的 孔雀河下游河谷 南约60公里的 萝卜沙漠中 近龙南古城 遗址有175公里 这里应该就是在 小横墓地出土的一些 在这些地方是否也有了 在这些地方是在 所谓的 并且在这些地方是 很多小横墓地的 你是否也有了 是否也有了 你不应该是 在这些地方是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